而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今年新车的销售量 预估会新增到将近2500辆的水准 年增率5.32% 车用电子厂6279胡莲 在中国客户需求持续成长的加持之下 去年每股税后存益大约7.49元 反而预估今年的营收会出现两位数的成长 今年每股存益更有机会要挑战9块钱的水准 毛利率也是持续的在高档水位的 胡莲今年第一季的营收超过了8.4亿 预估第二季的营收有机会超越第一季 而胡莲从今年2月份就开始都是维持着 越越都创下历史新高价的超强的股价气势表现 对照着外资的进出 也是从2月开始出现了连续性的红色柱状体的买超 并且越买越多 因此重点在外资的多方力道 就攸关着股价过高的续航力了 而昨天的胡莲盘盘中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在画面当中帮你们标出来 昨天创下了高点160块半 这是历史新高价 不过因为明显在尾盘有卖压的出笼 也写的最后涨幅只剩下0.32% 我们在画面当中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价的出笼